近日由陈浩铭、穆婷婷、谭耀文、陈子涵等人主演的神剧《天天游戏》 在恒电影视基地举行了庆功发布会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众主创身着戏服献身十分抢眼之外 陈浩铭的女儿以及身怀六甲的老婆意外献身 更是抢尽了发布会所有的风头 未经人士的女儿更是几度冲上台前想与爸爸亲近 场面十分的滑稽 当天除了与陈浩铭传不合的谭耀文为了如约献身发布会 其他众主创均纷纷显身 这也不禁引起了媒体及观众的猜测 采访当中陈浩铭的回应更是让两人不合的传闻愈演愈烈 神剧《天天游戏》自开播以来不仅稳坐收拾冠军 更以一路飙红的成绩与闯收拾新纪录 对此陈浩铭心情大好的表示 如果收拾一直居高不下 回馈影迷的surprise竟是再生一个 我再生一个吧 好不好